李鎮宇議員 尤其是的士亂象 雖然引起社會長期的關注 但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解決 不但影響行業健康的發展 亦都是損害本澳城市形象 折外世界旅遊遊遊行中心的結設 數據顯示 今年2月14日到19日春節假期 治安警察局降檢控的士違規254宗 其中濫收車子183宗 距在48宗 食肆無序加收服務費 成為今次春節假期社會熱議的另一個熱點 有新聞報出 本澳不少食肆年初四仍加收一成或者兩成的服務費 甚至網傳有食肆加收一成五服務費至年初十 雖然居民及遊客已經逐漸習慣食肆節假日加收服務費 但在節假日之外 加收服務費用則明顯屬於不合理的行為 因而引起社會極大的爭議 民政總署今年春節假期期間 巡查食肆共發現17家店舖 未有依法提前申報調整價格 較開年的12家有所增加 另外消費者委員會 在春節假期共接獲58宗查詢和投訴的個案 其中 遊客佔三分之二 查詢個案也主要集中在 的士和 親飲食肆的收費 本澳服務業除了存在上述不良的行為之外 服務素質參差不齊 亦都是長期為居民和遊客屬救病 甚被顧客服務協會發表的 16、17年度服務業微笑指數顯示 在全球41個國家和地區當中 澳門排名末尾 在滿範圍100分的評判標準裡面 選得54分 遠遠是低於平均分的79分 實際上 在該協會過往幾年發表的微笑指數排行榜中 本澳一直徘徊在末席附近 本人認為 服務素質 是本澳得以在競爭激烈的世界旅遊 市場商得以浸滿腳尖的關鍵 是澳門旅遊業的立命資本 在春節假期期間 本澳服務業曝露的種種亂象表明 我們的服務素質似乎毫無改善和提高 令人不禁感嘆 建設世界旅遊一行中心 道場且左 難有見樹 多年來 政府發財巨資推廣本澳的旅遊 提升城市的現象 增強旅遊競爭力 但是所謂 一粒老水紙 壞了一窩粥 好事不出門 壞事全千里 政府和業界的種種努力 警備市場上一些不良的行徑 事業破壞 令人不禁感到返滿 政府和社會局界應積極思考 如何提升各業的服務素質 提高遊客的滿意度 培養遊客忠誠度 如果能夠讓三千多萬遊客感滿意 讓口碑 效果可能遠遠勝過我們自己的宣傳 多謝 遮測 可以 有種 有種 感谢观看